這又過幾天就要來開學了 不過有些家裡跟散財的學生 因為經濟的因素 可能要放棄繼續打掃 來看一個國中心阿文的故事 他還一開始 就一個人安心地的關注民 保禄來到台北打掃 因為他想要做一個柔道的國手 雖然家裡講散財 老爸在那幾年又過了 不過阿文現在有敏感團體 跟阿文的支持 所以可以繼續打掃 雖然好好又在報韓家 但又留在哪裡的小孩 過年後又開始登開 每天這幾個八點鐘的練習 其中來自新地建山的 泰雅組合成的阿文 如何是打招 因為他希望可以在 全國中心好好 運動會裡面 拿到柔道的金牌 過世的四年開始 接受柔道阿文就表現到 真有天分 拿到全國柔道金牌賽的阿文 也拿過冠軍 雖然家見沒有說得好 可是他也是過程 要一個人來台北 參加柔道隊 媽媽說不要 媽媽說好 然後結果爸爸就說 到外面 然後他自己決定就好 就來一邊 家裡有四個小孩 都是靠媽媽 做年時間來維持生活 去年爸爸又打招 過心 阿文在老師 跟民間團體的志祺哈 也是繼續打招 希望有一天 可以變成一位 流德的鼓手 他爸爸過世那一段時間 他在知道過世那段時間的時候 非常的 就是天天晚上都在哭 那只能說陪著他 跟他溝通 然後去鼓勵他 阿文在這麼多人的志祺哈 雖然這麼辛苦 還繼續以網上來打招 不過經過世界的網會統計 如果誰是在三隻小孩 會因為經濟的環境 放棄成果 民間團體好友 社會各界可以發揮愛心 讓經濟路線的小孩 可以不用各位開閣 租賞相了解 現在端士官 端重委 台北報道 今天早上來到台中 台中市現在第三的 副市長人事件確定了 就是這國民黨的立委 習中雄 現在台中市在哪裡的 這議員都在會 說這是這安排這半人 也有人認為這批 給台中官的證據一個交代 台中市長有這黑市長 會是親信去議會來拜訪 說明這百萬人事安排 台中市長 黑志強 台中市議長 中青棟 對台中市第三位付出營算 確定有過期台中原出現的立委須中將來彈珍 這組是一個大家都很開心的安排 我們在教徐元堂副市長 其實有什麼樣的一個想法 我一定要請台中縣的人 那麼太副市長在台中縣工作過 我有一段工作 四人 他一定你覺得 很好啊 是怎樣 唐建仁的當然好啊 市長議長都說就是要要台中官的人 許中雄的出營其實在大台中政團並沒有意外 民進黨議員改動是在安排這半年 遇到了市政的瓶頸 所以我想他們正在找接班來 泰西平民有這樣的概念嗎 當然也有 不過現在整個台中市政府的政策走向 好像很遷就原來的台中縣 國民黨議員許中雄做過六個議員 對戰中社會好利落選等級經營 所以主審逢完安排地方派黑 不過派黑食材並沒有明顯 對接下副市長這個事物 許中雄希望自己的安排加速 古代中官的結識下午 對外界的提供接班這個問題 他說現在不應該談這個問題 上午台中市議會 這個假火鍋最好不過要洗日喔 這個火鍋常常用這個酒精鍋來燒 小機會最近調查到發言說 有一半以上的這都有超量的假權 那是這個酒精鍋 是沒有完全的身形獨屬 今天晚上的時間 人生中的酒精鍋 不小心噴出的火的外面 馬上被點燃 王先生這千里先生 如果是用總馬上燒破一大缸 加在兩秒鐘以來 先生會改泡 沒有這麼想辦法 又更不甘 我覺得應該是酒精鍋噴上來 然後那火苗噴上去 那一點有沒有 整個就擾 整個就那樣子燒起來 其實到底怎麼燒 我也不曉得 天氣冷的時候 來一碗熱湯湯的臭臭鍋 真正非常溫暖 不過鍋子會卡這個酒精鍋 有危險嗎 小機會挑戰 其瓶相十四個酒精鍋 結果發現 百萬一六十個商品 表示沒有完全免免違反 到商品表示法 另外還有百萬一五十個酒精鍋 很有超量的假存 那是吸引這個有體驗 跟這個疾病的危險 甲醛是一個標準的致癌物質 我相信各位媒體公司 應該都非常清楚了 甲酸的話 它會引起酸中毒 造成我們倦怠 或是說暈眩等等的症狀 小機會是提示民眾 在買的時候 要看清楚面前的商品 表示和說明 前天在添這個新的酒精鍋的時候 千萬火無時之間 直接來添酒精鍋 也不要拿這個賴打 直接在顧客面前添火 萬一起火燃燒 絕對不要用水來迫火 要不要造成灰燒 要用咚的豆腐來迫比較安全 繼續報導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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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